共军围台演习第七天 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这个消息 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州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东部战区发言人声称 已经成功完成对台湾的各项任务 但军演要不要停并没有名讲 另外还宣布东部战区部队会紧盯台海局势 持续练兵备战 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战备警循 要求我们在一线担负战备任务的所有舰艇 要保持一个全时代战 随时人战的这种高度戒备状态 要确保一旦发生出发情况 能够有效应对一切来换自己 一星期密集军演或许要搞一段落 央视已经开始回顾包围台湾期间 解放军出动了哪些军备 从空中的歼20歼轰7运9反潜机 倒远成火箭与飞越台湾的常规导弹 还有海上南京舰长春舰 大陆官媒如数家珍 另外央视还做一集节目 特别介绍14.5毫米口径的军舰用机枪 说明我们那个口径 我们船头的口径 是比我们步兵的中机枪的口径 它是大一块的 而且我们这个高射武器打起来之后 噪音特别大 非常强 影片特别强调解放军海上作战的能力 虽然说东部战区宣告完成任务 大陆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恐怕不会停 用尽手段施压 也不忘对台喊话 大陆周三一早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将近一万四千字 里头提到对台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但也强调中共并不承诺放弃武力 不得已的情况下 还是会用非和平方式统一 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其实对台白皮书有先例 1993年国王会谈开启两岸交流 大陆就提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 2000年李登辉卸任前也发表过 时隔22年再发布 是习近平时代第一次和之前最大的不同 是撤回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和行政人员的承诺 态度比之前更强硬 共军享用军演封锁台湾 激起不少大陆民众的情绪 甚至排队征兵入伍 不过CNN报道 美国国防部认为 中共统一时程并没有往前挪 只是有战略分析师指出 共军的围台策略主要就是做给美国看 美中两大强决相争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成为威胁筹码 就算共军围台演习可能落幕 两岸局势恐怕还是不得安宁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